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,早上起床昏昏沉沉,怎么都提不起精神,但到了晚上反而精神百倍,越到夜里越清醒。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,那么可能你的阳气已经不足了。 你知道吗?我们人体每天的气候有着独特的规律。 从夜里十一时几时开始,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即五时,这段时间主要是阳气主导。 而下午则属于阴气的范畴。 如今,很多都市年轻人阳气不足,上午起来昏透昏恼,没精神,下午睡个午觉后精神才慢慢好转。 到了夜生活时段,精神越来越好,这其实是阴气盛的表现。 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方式绝非正常的夜生活,而是如鬼生活一般。 大昏沉的人,贪沉吃慢衣等不良情绪容易滋生,酒色财气也都喜好。 尤其在浴界中,众多犯罪行为大多发生在晚上或夜间。 研究清楚这些现象,就会明白昏味会引发一切烦恼,而一切烦恼往往伴随着昏沉而来。 比如在昏暗的跳舞厅里,只看到鬼影床床,那简直就是地狱的画面。 大家在昏昧的境界里,为何觉得灯光暗才舒服呢? 因为昏昧与黑暗处于同一个境界,众生往往以身心进入昏昧为乐。 正如佛所说,众生颠倒实在可怜。 所以,修持成功需进入大光明定,不能处于昏昧境界。 那么,什么是阳气呢? 我们常常听到要补阳,撞阳,扶阳,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作用? 为何要补充阳气呢? 接下来,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个话题。 首先,我们应现了解合为气。 气是构成世界物质的本源,人体的气充斥全身,无处不在。 按分布五级特点不同,可分为元气、宗气、营气、胃气、中气、武气,这些统称阳气。 在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中,因通常指人的身体,阳则是人体具有的能量。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阳气衰减的过程。 古人云,有形之躯巧皆是一团死机, 悬崖之一团真气运用于中,而死机遂成生机。 人身立命就是一个火字,真气乃命根,火种也。 人活一口气,即此真气。 阳气就是真气,储藏在肾里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元气。 常说的元气大伤,其实就是伤的阳气。 中医将阳气比喻为天上的太阳,以此说明其对生命的重要性。 《皇帝内经》中有这样的描述, 阳气者若天与日,是其所则折寿而不张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,一旦失常,生命活力就不能彰显,也难以长寿。 明代大医学家张景月在诸誓《内经》时进一步说道, 天之大宝,只此一顽红日,人之大宝,只此一席真阳。 天之阳气,为日为本,天无此日,则昼夜无分,四时失序,万物不张矣。 其在于人,则自表自理,自上自下,亦为此阳气而已。 人而无阳,有天之无日,与保天年,岂可得乎。 这句话清晰地表明,阳气对于人来说,就如同地球上没有了太阳,万物无法生存。 人若没有阳气,生命也就岌岌可危。 现代人由于工作及生活的巨大压力,或者自身的不良嗜好, 常常出现浑身无力,精神疲乏,失眠健忘,脾气暴躁等亚健康症状。 有的女性甚至不到四十岁就提前进入更年期,这些疾病大多是由于阳气消耗过度所致。 那么,阳气是怎么被消耗掉的呢? 不适当的运动,过度思考,劳累,精神损耗等因素, 都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消耗着我们的阳气。 当阳气透支时,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 下面总结了最损耗阳气的八种行为,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一、非时作息,阳不归根。 中医认为,阳气有升降出入的规律。 春天阳气开始生发,夏天生发至极限,秋天开始收敛,冬天则潜藏起来。 若以一天来算,白天相当春夏,夜晚相当秋冬。 也就是说,每天早上我们醒来睁开眼睛时,体内阳气已经生发, 到了中午,阳气生发到极限,然后渐渐衰退,傍晚时阳气入阴,夜晚则潜藏起来。 阳气入阴,人就准备睡觉了。 人的生物中实际上是根据阳气规律来运转的。 《道德经》有言,归根约尽,尽约复命。 对常人来说,归根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睡眠。 古人道法天地,遵循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,与天地的作息保持一致,故能神清气足经满。 如今,很多人将睡觉时间推迟到晚上十一点之后,上网,看视频,打游戏等成了现代人晚睡的理由。 长子以往,阳气不足,整个人也就精神为敏。 二,适时寒凉,煎好甜辣。 俗话说,并从口入,阳气遭受损伤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来自于我们的饮食。 现在,我们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,尤其是在酷暑世界,人们贪图冷气,爱喝冷饮,爱吃凉菜。 一杯冰镇啤酒下肚,从里到外,从头到脚都透着清凉。 殊不知,为贪图这一时之快,同时也将湿血深深地埋在了体内,成为困扰我们健康的一大隐患。 中医认为,洗食甜蜜后味,人体无法蕴化至痰湿内生,视为阴邪,且重振粘制,阻碍阳气的运行,导致阳育阳虚症。 适时辛辣,使人精神亢奋,阳气过分耗散,也会导致阳气亏虚。 三,人造贼风,夏月伤寒。 冬季寒风凌冽,天寒地冬,但人体毛孔收紧,加上后衣附体。 风寒之邪并不亦侵犯人体。 而夏季阳气外散,毛孔开泄,无异于门户打开。 一旦突然间进入冷气房间,大量开放着的毛孔来不及关闭或是关闭的同时,就会连同寒气冷风一同关闭到人体之内。 从中医理论讲,夏季是阳气最旺的世界,人体阳气旺盛外浮,因其内浮。 古代中医养生家陶红锦,孙思苗等人都认为夏季养生最难,因为人体阳气趋于体表肌肤,体内腹部的阳气偏虚,阴气潜伏。 而外界气候炎热,稍不注意,在空调屋里待久了,就很容易使体内的阳气更加虚损而导致疾病。 正如许多养生歌诀所说,四时为夏南江西,福音在内浮冷华,唯有夏月南条里,内有福音济凉水。 因此,此时养生一定要顺应夏季养生于外的特点,注意保护阳气,着眼于一个长字。 四,生育延迟,产防受寒。 中医认为,女子在四期及二十八岁时,是一生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,这个年龄大概也是女子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,是受孕生孩子的最佳年龄。 皇帝内经,中记载,四期,筋骨肩,发肠肌,身体胜壮。 筋骨肩及筋骨都坚强了,而肝主筋,肾主骨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女子到了二十八岁,肝气旺,肾气族,所以筋骨坚强。 发肠肌就是头发长到极点了,头发在这个时候最粗,最黑,身体也最健康,最胜壮。 所以,这个时候是生孩子的最佳年龄。 如今在城市,生育年龄普遍延迟,且孕前不注意保养肾经,导致腹经母血亏虚。 纵能受孕生产,但先天之原阳已亏,原阳不足将贯穿人的一生,其阳虚体质很难改变。 再就是,现在的产房和手术室冷气充足, 新生儿从温暖的阳水中出来,极易感受寒血,若不及时采取保暖措施,将会伤及婴儿阳气。 五,运动不当,得不偿失。 卢崇汉先生在《浮阳讲记》中提到,动能生阳也能耗阳,使度运动时提升身体阳气的好办法。 但如果运动错误,不仅起不到生发阳气的作用,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。 皇帝内经中提到,故阳气者,一日而阻外,平淡阳气生,日中而阳气龙,日夕而阳气已须,气门乃闭。 是顾目而收聚,勿扰金骨,勿见勿露,凡此三时,心耐困薄。 意思就是说,晚上主张不运动,不扰动金骨,不焊出伤痒。 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随着太阳的升降,身体的阳气也在升降。 晚上百鸟归巢,精气神味脸,阳气收藏,毛孔内壁。 这时在拉筋练鼓,跑步跳舞,就会筋肉冲鞋,脏腑亏须,人就会越来越违劲,这是背道而驰。 六,防势不节,肾阳亏损。 素问《上古天真论》认为,已欲结其精,已耗散其真,不知迟满,不失欲神是导致半板衰的重要原因。 正如长言所云,纵欲催人老,防食促短命。 中国历代帝王有很多寿命不长,这与他们荒淫无度,沉溺酒色的腐朽弥烂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。 而善于节育宝经的人,大多可享天年,如唐代著名一家孙姿庙,倡导《身与西经》并身体力行,受于七亿,活了一百零二岁。 至今,陕西药县今年孙姿庙的药王庙大殿前,可有孙姿庙节与养生思想的训言,大寒与大热,且莫滩色语。 最保莫航房,五藏皆反复。 七,工作烦劳,阳气外张。 劳累与压力也是损害阳气的杀手之一。 素问《生气通天论》,约《阳气者凡劳则张》,又说劳则耗气。 可见,劳累包括体劳和脑劳,会直接导致人体阳气的耗损。 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,人体的任何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。 这个能量其实就是阳气的物质基础。 过度的劳累会导致体内能量的过度消耗,从而造成阳虚现象。 就好比一盏油灯,油少了,灯也就暗了。 八,滥用西药,抗生罚症。 当前国内医疗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抗生素的滥用。 抗生素性数寒失,口服主要损伤脾胃阴阳气,会导致胃寒、呐叉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症。 而静脉用药直接进入血管,还会伤及新阳,引起水汽灵心症。 激素则使人的肾阳直接外跃。 看似效果明显,其实是肾阳的透支,损害到人体的远期健康。 还有其他的化学药物,若去除糖衣或胶囊后都成苦味。 苦味伤脾胃阳气,长期服用西药必定脾胃阳虚。 了解了以上八种损伤阳气的行为,追求健康之人一定急切想知道如何才能补充阳气呢。 在生活中,首要的当然是要改变我们一些伤阳气的生活习惯。 比如生活规律、不熬夜、早睡早起、适量运动、健康饮食等等。 然而这些行为背后,其实可以总结为一个基本原则,那就是人体健康的三阳开胎。 只要在生活中遵循这个原则来行事,就能避免过度消耗我们的阳气严年异受。 三阳开胎出自已经六十四卦之中的太卦。 古人发现冬至那天白昼最短,往后白昼渐长。 故认为冬至十亿阳生,十二月十二阳生,正月则是三阳开胎。 三阳表示阴气渐去,阳气始生,冬去春来,万物复苏。 开胎则表示,吉祥亨通,有好运即将降临之意。 人体的阳气生发也有类似的渐变过程。 我称其为人体健康的三阳开胎,吉动则生阳,善能生阳,喜能生阳。 一,动则生阳。 三国时期的名医画图创编的《五秦戏》,里面有一句至理名言, 动摇则骨气消,血脉流通,并不得生。 人只要动一动,摇一摇,那么就气血流通,百病不生了。 学五秦戏的人都知道这句话,却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 动摇正是对动则生阳最好的诠释。 现代社会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,人们大多动摇的是精神,不动的是身体。 上班时坐在办公室里,出门就坐车,回家又坐在沙发上看半修电视, 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坐着的。 不动则阳气不得生发,气血都淤滞了。 长此以往,身体怎能不病呢? 动摇精神损耗的是我们的阳气,动摇身体则能生发阳气。 所以,要想身体健康,就一定得先让身体动起来。 中医有一句话,阳光普照,阴霾自散。 如果你体内阳气严重不足,阴气过剩, 可以选择一些柔和舒缓的传统功法, 如养生装,五勤系,八段紧,太极拳等。 运动有一个标准,就是以心脏不剧烈跳动,身体微微出汗,发热为夷。 运动过度反而会伤害身体。 在锻炼时间的选择上,按照动则生阳,静则生阴的原理, 阳虚的人应该在上午锻炼,阴虚的人选择傍晚静阳,效果会更好。 二,善能生阳。 道家民主《太上感应》篇中,对善做了三个定义。 第一是与善,第二是施善,第三是心善。 与善就是要求我们说一些鼓励人,激励人,柔和的话。 比如说,这个孩子今年考试成绩不理想, 没考好孩子也不高兴。 如果是会教育孩子的家长, 他一定不会去埋怨孩子, 而是用激励、鼓励的方式让孩子的信心建立起来。 聪明的小孩都是夸大的, 这样孩子才会越来越聪明。 事实上,现实中很多有成就的人, 大都是在父母和亲朋好友的夸奖中长大的。 在这种肯定的阳性语言激励下, 人的阳气就会持续得到生发, 身心都会得到平衡的发展。 古人讲,良言一句三冬暖, 讲的就是与善生扬的道理。 失善, 就是要让眼睛经常去看美好的事物。 风景秀丽的名山大川, 是天底间的大美, 所以久居沉实的人, 要经常出去看看, 以此仰慕掉星。 亲近大自然的过程, 也是与天底交换能量, 生发阳气的过程。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, 眼睛所见之物反过来也会影响心灵。 生活中不要总看到社会, 人生的阴暗面, 凡是要多看阳光的, 积极的一面, 如此不用刻意追求, 也能做到随处是善了。 行善呢, 在日常生活当中, 也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。 像汶川大地震, 无数人伸出了关爱之手, 捐出善款, 还有的人做义工, 亲自到一县去支援灾区, 这都是行善的表现。 再比如, 一个人用车拉着一车煤, 或者其他货物, 爬高坡时上不去了, 这时你帮他推一把, 过了这个坡以后, 拉车的人会回头到一声谢谢, 这个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呢? 一定会感觉到暖暖的, 这种暖就是阳气生发的表现。 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人的行为, 其实都是行善。 李济李韵篇曰, 大道之行也, 天下为公。 不管是与善, 世善还是行善, 都是在讲座人做事, 要去掉私欲, 内心光明磊落, 多为他人着想。 那种累在身暖在心的感受, 也是能延年屈禀的。 三, 喜则生阳。 古人说, 喜则阳气生。 生活当中, 应该是很好做到的。 多想一些高兴的事情, 看一些欢快的娱乐节目, 听自己喜欢的歌曲, 读自己喜欢的书, 业余时间多做自己喜欢的事, 都可以使人的阳气生发。 喜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, 能够保持一颗欢喜心, 对身体的滋养是非常重要的。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冲洗。 按照道家医学的观点, 冲洗是很高明的生养方法。 冲洗冲掉的是身体的邪气, 换回的是正气。 过去的人用办喜事的方法来治病或者转运。 久病或常年身体不好的人, 有意地操办些喜事, 对病情是很有帮助的。 实际上, 冲洗是借助外在的环境, 改变病人的身心状态。 只生欢喜不生仇的人, 在古代就被称为神仙。 喜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, 能够保持一颗欢喜心, 对身体的滋养是比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惯用的。 命运是每个人穷其一生都想去把握和改变的事。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, 命运赋予了每个人更加切实可把握的意义。 阳气旺盛不仅不会受到病血侵害, 还能使人的精神平和愉悦, 心向事成。 所以, 生发阳气还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法。 阳气是生命之源, 也是健康之本。 它来自天, 藏于人。 明智者西阳爱阳, 糊涂者损阳施阳。 珍惜阳光, 远离阴霾, 心态平和, 生命长久。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阳气与健康的内容。 感谢你看到最后, 希望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启示。 如果你也觉得阳气对于身体健康直观重要, 请别忘了点赞, 订阅并分享给你关心的朋友, 让更多的人一起了解阳气的秘密。 阳气旺盛, 身体健康, 心情愉快。 这不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, 也是改变命运的重要一步。 健康其实是一个不断积累的习惯。 从今天开始, 让我们一起努力改善作息, 调节心情,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记住, 阳气充足, 生命充满活力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